你被內悬大一點的時候,它就會平了 來,OK,來,看來 那就可以平了,對不對 你說怎麼樣? 剛才你不是說坐差很大嗎? 對對對 兩隻腳尖不能對齊,對不對? 對對對 這邊不能平了 因為這邊有長彎腳 對對對 它右腳是長腳,比較長 所以把它推上去 但是,往四四五度那邊的方向 它腳輕輕一一啊 你知道 它內軟就大一點 內軟一點 那兩隻腳都背什麼 可以對齊 但是還是一高一低呢 一高一低是沒辦法 常常講的問題 沒辦法 很難一下子完全都一樣 所以說慢慢慢慢 另外一隻腳慢慢讓它那個什麼 長起來,端起來 來 把它這固定起來之後呢 把它瘦啦 所以兩隻短的 一長兩隻 一長兩晚就可以了 你看那牆腳是右腳比較粗道 左腳好細好小啊 你看哦 壓性量就是這樣子 把你的膝蓋放在你的大腿上面 輕輕的 正道 現在有點鬆 鬆鬆鬆鬆 慢慢慢慢繼續 記得腳尖一定要對齊 腳尖要對齊的時候再壓 壓壓 嗯 舒服嗎 很舒服 好